大家好,欢迎来到柬埔生活 我们家的草莓种子已经种下去有两周了 那可以看到它们已经发芽了 而且整个这个托盘都出来了很多的草莓 草莓的种子很小,所以它发的苗也很小 看到这个苗 这个草莓已经长了,第一根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草莓有两种,一种是在初夏的时候结草莓 大概在六月底左右,六月中到六月底会结一大批的草莓 那结完以后呢,这种草莓就不再结了 到夏天到秋季之间,它们就开始不断的串根 串很多的新的小的草莓 另外一种草莓呢,就是它们是整个一个夏天 一直到秋季之前都会不停的结草莓 我们家种的这种草莓呢,就是这一种 它是整个夏天都结草莓的 这种草莓呢,它不串根,它主要是靠种子来繁殖 所以我们这就是种的种子 我们家种的草莓是黄色的草莓 它比红色的草莓要甜一些 另外这种草莓呢,它是属于 非转基因的 它的味道呢,比较好 但是它草莓的果子不是很大 属于中型的 我们在这么早就开始种它的原因呢 是要它有一个提前有一段时间的成长期 延长它的成长期 这样呢,希望在第一年呢,它就可以结果子 一般的草莓是种根 把草莓的根呢,在秋季的时候种下去 然后第二年它们才结果 那我们是用种子种呢 那我们就在一月初就把它种下去 甚至十二月底的时候种也可以 这样让它有一个比较长的生长期 这样当年呢,就可以结草莓 好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继续给大家更新它的生长情况 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们下次见